巧言不觉间温格已经离开教练习快4个月 了今年5月14日上赛季英朝最后一轮率队 击败哈德斯菲尔德 后温格正式卸任 离开自己执教了22年之久 德阿森纳当时在赛后 新闻发布会上教授多少有些唏嘘地表示自己还没想好接下来该做什么 以前在赛季结束后的第二天 我会立即开始计划新赛季 但现在我已经不用这么做了 我还要清理自己的办公室 但总的来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但有趣的是与他的老对手福格分解释 不同温格赛别帅位后的生活要丰富的多久 在对哈德斯菲尔德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教授 便开始了自己马不停蹄的行程 2018年5月15日参加慈善活动 对哈德斯菲尔德的赛后新闻发布会 上温格表示自己第二天会去科尔尼训练基地 清空自己的办公室人们 却意外发现他出现在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大球场 出席了某个慈善机构举办的活动 这项活动吸引了诸多法国体育界人士参加 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安排一些因病住院的儿童 以自己心目中的体育偶像见面的形式提升法国社会 对残疾人慈善事业的关注与帮助游其是在学界以及商界 2018年5月29日去土耳其度假再连续忙碌工作了24年后 温格终于有一个夏天可以悠闲的前往世界各地度假教授 的第一站是土耳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土耳其海滨城市伯德鲁姆 温格被拍到了与自己的老伙伴员阿芬娜副主席大卫戴恩一起共进午餐 当年正是大卫戴恩立台众议从这联赛先来温格此后又与教授精诚合作共同地造了俱乐部历史上最辉煌时代之一 而在2007年大卫戴恩离之后阿芬娜再也没能拿到郭英超冠军2 018年6月12日执教慈善赛 这是温格离开阿芬娜率位后执教的首场比赛对阵双方式 1998年法国世界杯冠军元老队与1998年世界元老队前者基本由1998年世界杯冠军 国角组成主教练也是时任主帅雅凯 温格执教的1998年世界元老队阵中包括托尔多 埃托奥 巴维斯 维耶里等参加了1998年 世界杯的其他国家球员也有菲仁伯尔特这样的跳友比赛上 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很开心温格 当然也很开心全场球迷都像塌陷上了掌声比赛开始前还与埃托奥 亨利等球员亲密合影 2018年6月至7月解说世界杯 很显然温格不可能错过世界杯短 多机构也不可能错过这样一位经验丰富且地位崇高的解说嘉宾 事实上即便在执教阿森纳的时候 温格也经常会去解说世界杯与欧洲杯 甚至有过在三季举行期间当国际比赛日打开 持续客串解说世界杯预选赛的经历 在俄罗斯温格成为了被音体育的解说嘉宾 并留下了不少有趣的评论 比如首轮小组赛结束后便指出法国队中最值得关注的球员 并不是伯格巴而是姆巴佩在瑞士 对巴西的比赛结束后 批评了两位阿森纳球员 利奇施泰纳速度泰纳无法应对马赛洛 库比尼奥与内马尔的轮番冲击扎卡的位置感太差 无法控制巴西中场 德国队被淘汰后温格表示 厄齐尔没能发挥出全部实力 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真正的厄齐尔 那个可以杀死比赛的球员 2018年7月17日接受专访 在告别阿森纳率位两个月后 温格首次接受了媒体专访采访 她的是来自法国RTL广播电视塔的克里斯汀凯利 在这次采访 中线下主帅包袱的温格透露了不少 显为人知的秘密 比如说他非常喜欢吃法式蛋糕 高堂分队身体不好 这也是最让我产生罪恶感的事情 此外温格最喜欢的歌手 是南买家的雷鬼音乐歌手鲍伯玛丽 他首次接受大卫戴恩邀请去阿森纳看球时枪手 还会将男球迷与女球迷分开 在不同的看台他所带过的最有天赋的球员是赫利 2011年2月2比1击败巴塞罗那的那场欧怪比赛 让他最为自豪 以及法国足协曾多次邀请他执教法国国家队 2018年8月23日至25日访问利比里亚 温格曾多次到非洲 但这次绝对是最特别的一次 这次他是受到自己的新日弟子 在2017年正是当选利比亚李总统的乔治维阿的邀请 并被授予了利比里亚最高荣誉勋章非洲 就熟人大主义骑士大指挥官勋章1988年 温格直将摩纳哥时签下了乔治维阿 并将他培养成才作为契金位置 唯一一位赢得过世界足球先生的非洲球员乔治维阿 将温格称为自己的父亲 没有他我不可能取得成功 当然了这并不是温格能够获得勋章的全部原因 更重要的是温格为非洲体育做出了 杰出贡献就像维阿在寿勋仪式上说的那样 宁娃绝了许多新年才晋 尤其是在非洲地区 2018年9月4日参加欧足联教练论坛 与往常一样在新赛季开始后的首个国际比赛日期 以前温格来到位于瑞士尼欧的欧足联总部参加教练精英论坛就转会窗口时间 视频助理财派系统 欧洲俱乐部赛事赛制等议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意思 但是温格本有机会在这次论坛上与自己的继任者艾美里见面 但后者虽然接到了邀请 却并未出席 不过温格还是见到了很多熟人 比如曾在英超与他交过手的穆里尼奥 贝尼特斯和安切洛毕与福格分绝是不同温格 并没有正式退休 但也没有一个付出时 肩表甚至不确定自己未来是继续执教 还是转型从事管理工作世界杯开始前黄马语 巴黎圣日尔曼曾与他联系在一起 但最终 吴果现在英超倒是有几位主教练生活在水 生活热衷不过温格显然对帅队保级没有兴趣 年月日正式回归 日가最终的 日需